莫子怡 大家好 我是郑友杰 大家晚安 我是莫子怡 小莫 你觉得主办单位为什么要叫我们一起颁奖 我想是一种互补吧 就是你是导演然后我是演员 而且你去年得到了导演奖 我去年也得到编剧奖 不是演员奖吗 就评审可能不太喜欢 就没有拿到 对啊 你去年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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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去年没有拿到最佳男主角 今年还会难过吗 没有 我想每个演员都会 没关系啦 你今年还有机会 你今年有参与哪些入围的作品 去年没得奖就比较少人找我拍 所以今年也没有入围 你呢 你今年又有导演作品入围了吗 我 我也没有 对不起 对不起 不过我今年有演魂求西门 还有 还有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我台词加起来大概可能有三页 等一下 你是一个导演 我是一个演员 为什么好像你演的戏比我还要多 我可能是被导演耽误的演员啊 我演过波利是大人 你就知道 那导演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你明年就暂时退休一年 养精蓄锐就专心导演就好 然后把表演的机会让给我们这些 入围了五次还没有得过奖的演员们 多尝试一下 好啦 那接下来我导演 那你要演我的男主角 没问题 谢谢导演 要脱哦 脱光都没问题 OK 好 谢谢导演 其实我一直觉得 不管是做目前还是幕后 能够走到今天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不管有没有入围 有没有得奖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一年接着一年 不断地拍下去 其实 我身为一个演员 去年很荣幸和 楼月安导演习得到了编剧奖 但其实艺术戏的完成是靠 众人共同努力的创作 才可以完成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了奖项 入围的 有令人尊敬的前辈和长辈们 也有像我一样年轻的创作者们 但不论结果如何 都谢谢你们 一直在这个圈子里 持续努力的创作 谢谢 谢谢 谢谢